陈菲 喝杯茶吧 还能精神精神 谢谢啊 燕军 你一趟还睡会儿 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挺细心的 挺会关心人的嘛 何意见得 凭感觉呗 燕君 你要是谈恋爱肯定成功 怎么了 你生气了 我也感觉自己是在谈恋爱 我在门口去看一看 请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说啊 今天这一天跟着冯汉章 我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看着讲 出入的都是高级场所 当然了 你没听昨天北京的王处长介绍啊 他在跟那些外国的商人 推销一种产品 是吗 佣金很高啊 你说冯汉章现在也在洗漱呢吧 你看我是不是也会偷土脸的 我呀得先去洗洗 好 你慢慢洗吧 这由我看着呢 行 反正咱们处长林总有指示 不行就抓人 他跑不了 好 那我去洗洗 好 什么 好 我马上给你们回电 怎么了 北京外线通报 好 冯汉章今天早上没有退房 已经离开友谊宾馆了 他现在已经坐车过了三里屯了 很可能往机场去了 今天上午八点半 有一班直飞香港的飞机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混蛋 他想溜了 燕君 把代不证带上 带来 走 追 好 通知 通知 咱快点开吧 通知 咱快点开吧 小心 快慢些 快慢些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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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谢谢 快要物品一共有十八件 这是一份清单 你在上面签个字 没问题 这张清单呢 在你这保存 好 经理啊 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可以叫服务员进来打扫了 好 打扫一下 好 你跟我来一下 你等一下 小洛伍 你过来 有证物 好像是一封信 拼起来看看 宋阿姨 萌萌 是我 我是周志明啊 开门啊 志明来了 我就给他开门 萌阿姨 忙你的活去吧 开门哪 萌萌 开门哪 施济红恨鲁元潮 他想整治整治他 他来找我帮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贵氏神差 竟然答应了他 也许在那一分钟里 我是爱上他了 我只爱过他那么一分钟 后来我意识到 我给他那些密血药和照相机 他说不定会干出什么 志明啊 拼得怎么样 马上就好 我后悔帮了他这个忙 燕军 科长 你觉得冯瀚章的话 有几分可信啊 我是不相信 要说这施济红和卢源潮 是有个人恩怨 但也不至于这么陷害卢源潮啊 因为卢源潮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侵害 所以我认为施济红的口供基本属实 冯瀚章的不是一句也不信 那冯瀚章为什么在我们到达之后突然想跑了呢 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他预感不对 那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志明啊 你分析的和我怀疑的完全一致 冯瀚章 其实并没有看到照相馆模特后面的信号 他怎么知道施济红出事了呢 所以说啊 他一定是在北京 得到了这个危险信号 科长你是说 还会有别人跟冯瀚章报警 对 肯定另外有一个人给他报警 冯瀚章来南州有一年多了 在南州的社会交往比较复杂 谁会给他发这个警报呢 科长 发报警信号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长期潜伏在这的特务 你们说这特务应该是写信的人 我感觉啊 这封撕碎的信很重要 要抓紧拼 是 拼下了吗 评好了 科长你看看 科长 这信有价值吗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 一鸣惊人呢 你们回来得正好 大家都看看 冯瀚章先生抬剑 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戏 并为入院的家父 于前天脱离危险后 祭命我带为执笔 速记一信与先生 以表达他的谢意 家父将康复无疑政 你赋予的帮助 使他自己在残竹之年 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 书不赘言 祝安 刘亦宽 刘亦宽 现在内容可疑 我们下一步要抓紧 继续提审封汉章 可疑 科长 我建议咱们先定个审讯方案 我是有一个朋友 叫刘亦宽 他是我在北京 国际计论部吃饭的时候 偶然认识的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说他是个商人 哪里人 他说他是北京的吧 你最近和他有联系吗 没有 和他没什么联系 对了 他倒给我来过一封信 他为什么要和你通信 为什么 难道朋友之间 不可以通信吗 如实回答 他的父亲病重 我给他寄去二百块钱 他为了感谢我 就给我来了这封信 情况就是这样 他的地址呢 地址 我给他把钱寄过去 顺手就把地址给扔了 再说北京城这么复杂 我怎么会记得住啊 他给你写来的信上 不是有地址吗 地址 好像写的就是北京诗啊 科长 北京市公安局回电话说 没有查到叫刘宇宽的人 南州也没有 显然这个人是化名 冯翰章所交代的 没有一句是实话 这个人是受过训练的 心理素质极好 如果我们在这个人身上 打不开缺口的话 我们就无法接近 那个潜伏的人 不要着急 约翰在这个时候 我们越不要着急 因为现在是我们跟敌人 比心理的时候 我还真不知道 你以前也是老陈工部的 咱们成功部的老人 现在在市公安局的 也不多了吧 不多了 当时我们组织一些外围的同志 现在在市公安局的 科级干部有不少 处级干部不多 今天叫你来啊 是想谈谈这个案子的情况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 市委负责同志的家庭成员 所以市里要过问一下 老雷现在是市委常委了 可他现在不在家 我呢 就替他管一管 这个案子现在进展得怎么样 冯汉璋我们已经审过两次了 他承认 在陷害卢元朝的问题上 是受施济红的主使 可是施济红反过来又说 是冯汉璋强迫地干的 至于江一鸣家的盗窃案 他们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干过 我看冯汉璋是个老狐狸 石济红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 而且他和卢元朝的关系 一直也还可以 我看他主要是受了冯汉璋的骗 我听他爸爸说 冯大概是答应要资助他出国留学的 这就把这个姑娘给迷住了 他是搞美声唱法的 所以自然想出国深造一下 我看他是不会主动地去诬陷卢元朝的 对 我们也认为冯汉璋现在并没有完全向我们脚心 他提供给石济红陷害卢元朝的微型照相机 还有密血药 他说是在国外市场上买到的 但是那台微型照相机上有红外线功能 不可能是民用品 那个密血药我们也经过检验 它的化学成分相当复杂 不可能是民用品 也不可能是自制品 蒙蒙 下学期准备调一部分学生去教学办分校的事 你知道吗 我们系党总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 叫我们党员带头 我没表态 南大学报编辑部的小马那天跟我说 他们主任对你很感兴趣 准备找你当面谈谈 他对我感什么兴趣 估计是聘请你做编辑的事吧 你怎么想的 不知道 萌萌 你不能总是这个样子 你应该震作起来 我不喜欢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对不起 乔真 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我理解 换了我可能还不如你的 乔真 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那好吧 那好吧 室里的意见比较明确 那就是要迅速地查清 尽快地结案 因为牵扯到万云同志的子女 所以不能长期侦查 久远不绝 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江一鸣家的盗窃案 没有结果 那你们再做做他的工作 不要以为他是干部子女 就可以包庇 当然既不要包庇 也不要无限地夸大他的错误 好吧 我们抓紧办 那好吧 明天你拿给我看一下 萌萌 我找你 我这儿还有事 你等会儿 张冰 昨天的那个讨论怎么样 改时间再说吧 没事没事 你说吧 萌萌 我在湖边等你 不用管他 你接着说 不要 我去买 你这儿 你去买 我去买 你去买 我去买 你谈的好吗 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你还在为卢元朝的事 生我的气 是我们搞错了 我对不起卢元朝 对不起就完了吗 你不知道 你们对元朝哥哥 人格的伤害有多大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们不好 工作上有失误 元朝哥哥情感上 受到我姐姐的伤害 你们这样做 就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 工作上是有失误 可是萌萌你想想 当时公安局在元朝家 搜出一些证据 人能不抓吗 话真是你的话 你也只能这么做 狡辩 明显地狡辩 萌萌 我不想听你这样叫我 我希望你以后 别再来找我了 喂 吴阿姨啊 对 我是周志明 萌萌在家吗 啊 志明啊 你和萌萌 闹别扭了吧 他跟我说呀 只要你打电话来找他 就说他不在家 他最近回家 总是心事成熟的 他爸爸又不在 怎么办呢 唉 他现在在家呢 唉 那个乔臣又来了 我瞅瞅不得意儿 你快来吧 不然 他就被乔臣够跑了 我知道了 吴阿姨 那就这样吧 再见啊 快 快帮我接接啊 烫死了 小心 小心啊 今天食堂的饭挺好的 上次看歌舞表演 你不是没来吗 我姑妈介绍的那个人 跟我聊得可好了 她是世门话剧办公室的 总能搞着什么戏票 电影票之类的 今天下午 人家可给我打电话来了 说我晚上有个话剧 你去不去看 是不是人家喜欢你啊 我去算什么 什么呀 那是个老太太 人家本来也是北京的 后来跟着丈夫 南下到咱们这儿来了 是不是那个老太太 想把你介绍给别人啊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到底去不去看 什么话剧啊 叫舅舅他 听说写得挺深刻的 挺好看的 可是我这人看不懂话剧啊 话剧谁不会看呀 不就是说话吗 你去不去啊 好吧 快吃饭吧 都凉了啊 快吃饭 好 干什么 可以 怎么看 saja 行 现在 天哪 木 solar 冥香 好 哦 咱俩是不是得快点 放心 晚不了 说说吧 你觉得这戏怎么样 刚才那个戏确实不错 女主人公叫什么呀 李小霞 怎么了 真不错 还知道有个叫李小霞的 你以为我没再看啊 你心里有事对吗 没有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别演示了 志明 你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 你该回去了 太晚了 你姑妈会担心的 志明 我很感谢你 今天能来陪我看戏 你说哪儿去了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你怎么反过来了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 志明 我不想在我们的字典里 有这两个字 你别送我了 回去吧 对了 睡觉之前 别忘了拔脚好好地烫一下 那好 我先走了 回去吧 那好吧 明天见啊 路上小心点 那个事啊 受到我了 你别忘了 我应该把我提醒你 了吗 一般的事我都不吵了 还把我提醒你 你不能不吵 你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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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快回来了 大姐 你也不要太难过 萌萌给卢元朝当辩护人 还是对的 他最近的亲情 乔真也跟我说了 姐姐那样他也不好受啊 我也管不了他了 我最近啊 药柄反得厉害 就是洪洪这个事情 大姐 千万别着急 洪洪也是受害人嘛 那我该走了 我去把乔真叫出来 老乔啊 让他们俩再聊聊吧 我看他们俩玩得挺好的 乔真他对萌萌的帮助很大 虽然年纪差不多 乔真比萌萌成熟多了 也还是缺乏精业 那我先走了 大姐也该休息了 谢谢你 好姐 回来了 师叔就回来了 来来来我接 来 卧阿姨啊 老宋跟孩子们都在家 在客厅呢 在客厅呢 好 姐姐 advance that's horrible 你们怎么了 老宋 蒽蒙 朽莹呢 爸爸 老师 你怎么才回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胡胡出事了 姐姐被抓了 司法部门的意见是 老教三年 政法部也是同意的 好 这事啊 你在北京开会 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没有马上的告诉你 好 我们跟老宋同志说过了 让他先不要给你写信 施济鸿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对待这些青年 我总是不主张过分的严厉 他们也是很可怜的 我看这样好不好 老宋也提出过 施济鸿的身体不是太好 要不 我再跟老雷商量一下 实在不行 就叫劳教所安排他保外就医吗 不过 孩子既然出了这种事情 我们考虑 不处理一下也不好 下面的同志会有意见 下面同志对劳教三年恐怕有些意见吧 当然 至于最后怎么判 是由公检法机关说了算 我们侍卫不参加意见 万云也回避一下 但是对于案子的进展情况 和下面同志们的一些看法 你还是知道一下得好啊 对待法律 我是半路出家 前些日子 我到办案单位去讲过一些话 我说 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 才构成反革命罪 世纪红 无非是为了达到出国留学的目的 才陷入了国家机密的骂 怎么就出来反革命了 老师啊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不 我不能不往心里去 我革命了一辈子 要说我的女儿是反革命 我 我不能不往心里去 如果姬勇 真的干了你们说的那些事情 那无疑是犯了间谍罪 他犯间谍罪所采用的手段 又犯了诬告罪 老师 那不管怎么说 洪洪总不是反革命罢 我当母亲的 绝不会偏袒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话要说清楚 老宋 我们现在了解他吗 他干这种事情 甚至连他最亲爱的人 都可以陷害 难道 还能说我们了解他吗 可在法律上 对反革命是有规定的 老宋啊 万云同志 当过多年的检察长 对法律是内行 如果一个人 危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制度 而他的文化程度 知识水平和身体状况 又完全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 这就说明 他对这个客观后果的发生 是抱着 故意的心理状态的 他就是故意犯罪 所造成的事实 就可以被认定为 反革命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 是为了图钱 图利 还是像洪洪说的 是为了出国 这些都不过是 促使他犯罪的内心原因 法律学上 叫做犯罪动机 老乔 你刚才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混为一谈了 是万云 你这是干什么 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推翻 我告诉你 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 我可不愿意当反革命的母亲 老松啊 你叫万云说嘛 这事组织上还没最后定嘛 这事组织上来的一举手 我好不愿意当我 我对我来的这事也不愿意当我 你不会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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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 你不会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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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是 做母亲的心情可以理解 好 大姐 我是尽力了 我知道 好 进来 好 书记您朝我 你把这封信送到看守所 让他们交给我女儿 是 好 不要再抱什么唤下 一定要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争取祖国对你的宽大处理 等你回来永远爱你爸爸 师弟红 你为什么要求见我们 我想把我和冯汉璋认识的过程 和他让我做过的事统统告诉你们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前两次交代的并不属实啊 不 不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受了冯汉璋的骗 我真后悔造不听爸爸的话 我真后悔造不听爸爸的话 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 我再说一遍 我该说的都说了 普通商人 一九七八年四月 师继红交给你一份 南州市外贸出口年度报表 一九七八年六月 师继红交给你一份 南州市机械局申请进口汽车零部件的 申请计划表 一九七八年八月 师继红首抄一份南州市 我 我说 我全说 我到南州来 确实是在利用我的公开身份 为国外的石探力公司搜集经济情报 但是我跟师继红认识 却是非常偶然的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原来曾经在九四腰厂 做过仓库的保管员 而且家里是高官 没有人比他做我的情报员更合适了 是啊 他也确实让你们尝到了很大的甜头 冯寒正 你在诬告卢元朝的问题上 是不是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啊 不不不不不 那件事情确实是我 我不知让他去干的 那可以说是我的上级领导 精心策划的一个计划 就是想利用江一鸣家的失窃案 来做一下文章 所以我们就选定卢元朝 作为这个替罪羊 想把你们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来实现我们的三个目的 这第一呢 就是想把南州市公安局的人力 物力和注意力 全部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消耗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 侦破的死案上 另外 我们想通过这件事 了解一下大陆的侦察机关的水平 素质和你们的侦破手段 另外也是实际红 更进一步地得到官方的信任 但是 但是我没有想到啊 我这个玩笑 开得有点过头啊 你什么意思 把话说明白点 我没有想到 原来那个盗窃犯 他就是施济红 你的意思是说 江一鸣家的盗窃案 不是你们布置的 不不不 绝对不是 那施济红他自己干的 如果你们没有布置 他为什么要干的 是啊 这 我也犯糊涂啊 就是那次 我从境外回来那天晚上 我不干 你听我说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男朋友 本来我们打算今年春节要结婚的 好 亲爱的 我不希望我们两个真的闹翻了 我出国留学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是 巴黎歌剧院的合同我倒是有了 可是我不早点出去 我怎么适应那儿的生活呀 两眼也莫黑 你过去许的院都是空头支票啊 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 你知道 我现在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在和你谈这件事情 虽然我是一个商人 但是 我不愿意朋友之间的友谊 也掺杂进去讨价还价的铜臭味 是 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友谊 要么爱情 要么什么都不是 你当时向我求爱的那些话 怎么全都忘了 咱俩现在都这种关系了 你倒不认账了 叫我怎么相信你呀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些话 我呀 都准备好了 你看看 你需要语言学院补习一年 这是补习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还有 这是银行的财产保证书 这儿还有移民局的入境签证 你看看 这么些材料 难道我一两天能够办得下来吗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早说 你呀 就是个急性子 我不是商人 但是我跟人交往 都讲究礼尚往来公平交易 说吧 让我怎么谢你 亲爱的 如果 你真要谢我妈 就帮我把这件事情给办了 我就不明白 你非准人家卢元朝干什么 你非准人家卢元朝干什么